这个情绪激动的女人叫周美华 她大声控诉的对象正是今天的求助人李秋生 五年前两个人意外相识相恋 为了能够跟对方长相厮守 两个人不顾世俗的眼光 双双对叹各自的家庭选择私奔 如今一转眼过去了五年 他们的儿子已经快五岁了 可当时无比恩爱的情侣 却早已变成了争吵不断的一对愿恶 在他们两个人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 当记者收到李秋生的求助信息后 第一时间便来到了他的住址 眼前这个地方是一个矿区 虽然远离市区 但生活也算安稳幸福 李秋生告诉记者 他和女友周美华已经在这里生活五年了 两人还一起养育着儿子乐乐 在大家眼中 他们俨然是幸福的一家三口 可谁知两个月前的一件事 彻底打破了他们的平静生活 女友周美华没有留下任何音讯 就突然离家出走 只留下李秋生和四岁的儿子相依为命 李秋生一脸焦急地告诉记者 自从女友不告而别后 他便只能暂时放下工作 请假到处寻找女友的踪迹 黄天不负有心人 经过她的一番苦苦寻找 李秋生终于找到了周美华的下落 可让她无奈的是 周美华却拒绝跟她回家 相伴五年的女友 为何突然要离家出走 这让李秋生百思不得其解 为了挽回自己的感情 李秋生无奈之下 寻求了节目组的帮助 希望记者能帮忙劝说 女友早日回家 李秋生一脸心酸地告诉记者 儿子乐乐自从出生以后 便患有新天性的心脏病 如今儿子马上就要进行手术了 可女友却在这个关键的时刻 选择了不辞而别 这让李秋生感到非常气愤 与手忙脚乱 为了验证自己的说法 李秋生还给记者拿出一摞住院凭证 从上面的时间可以看出 自从李秋生的儿子乐乐出生后 这几年的时间里曾多次住院进行治疗 看到这里记者也不禁提出了自己的疑问 为何周美华要在儿子做手术的关键时刻离开呢 难道他想逃避抚养责任吗 更让记者感到不解的是 既然周美华已经跟李秋生在一起五年了 连孩子都四岁多了 为何两人却至今都没有领取结婚证呢 面对记者的疑惑 李秋生支支吾吾地解释道 之所以没有领取结婚证 是因为他觉得两人之间还不够了解 而且自从儿子出生后 他就因为儿子的病情盲得焦头烂额 因此没有顾得上再去思考这件事 虽然李秋生的解释看似非常真诚 但记者却觉得有些不对劲 如果他真是一个负责任的男人 为何会让周美华这些年 无名无分地跟在他身边呢 带着这些疑问 记者跟着李秋生一起 找到了他的女友周美华 让人意外的是 这对相恋五年的情侣 一见面情绪就非常激动 周美华更是怒气冲冲地扭头就走 周美华如此绝情地做法 让乐乐感到非常的难过 他紧紧抓住妈妈的手不肯松开 害怕这一松手 妈妈就会再次消失不见 也许是看到了孩子 周美华终于不再选择逃避 他怒气冲冲地控诉着委屈 自己从来没有逃避过儿子的抚养责任 只是李秋生在各种无理取闹 他抛夫妻子跟了李秋生五年 可李秋生却一直拖着 不愿意跟自己结婚 他们两人在一起 名不正言不顺 自己和孩子也因此 遭受了无数的闲言碎语 周美华越说越委屈 随后他便跟记者透露 李秋生还经常限制 他的人身自由 因为嫌弃自己长得丑 李秋生从来都不让他出去 跟别人来往 害怕自己给他丢人 记者听到这里也惊讶了 当初两人是看对眼了之后 选择私奔的 那为何李秋生如今又嫌弃 周美华长相呢 这件事到底从何说起 李秋生不断控诉 女友周美华一点不负责任 在儿子最需要照顾的时候 他竟然没有留下之言片语 就突然消失 可对此周美华却当场反驳道 自己从来没有不管过孩子 自从孩子出生后 一直是他在照顾 他之所以会离家出走 是因为实在受够了 跟李秋生一起生活的日子 周美华一脸痛苦地告诉记者 因为李秋生嫌弃自己长得丑 所以他从来都不带自己出门 总觉得两人一起出去太丢人了 甚至连他去院子里晒个衣服 都要被李秋生训斥一顿 周美华越说越生气 明明当年李秋生刚认识他的时候 说了数不尽的甜言蜜语 不然自己也不会头脑发热 抛下安稳的家庭和孩子 选择跟李秋生私奔 可谁知自从两人在一起后 李秋生的态度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总是对自己的长相和家事嫌弃万分 两人在一起生活了整整五年 可他却从来没有带自己出去过 面对周美华的不断控诉 李秋生并没有反驳 只是不断地顾左右而言他 李秋生告诉记者 他和周美华在一起好几年 可周美华却从来没有外出打工过 每日就是待在家里游手好闲 自己辛辛苦苦下班回来 还得给他做饭洗衣服伺候他 时间久了 李秋生也受够了 两人的日子过得越来越闹心 就在周美华和李秋生 互相指责对方过错的时候 周家人赶了过来 周美华的哥哥一看到李秋生就一肚子火气 他怒气冲冲地跟记者控诉 五年前妹妹一声不吭离家出走 电话不接信息不回 他们都以为妹妹失踪了 这几年他们找了无数的地方 都没有找到妹妹的踪影 直到几天前收到妹妹的消息 他们这才得知 妹妹竟跟着李秋生在这个矿区生活了五年 在周家人看来 妹妹当年就是听信了李秋生的谎言 才一时鬼迷心窍跟他私奔 之后的几年妹妹一直都没回来过 甚至连父亲瘫痪 妹妹都不知情 而导致他们一家人骨肉分离的罪魁祸首 就是李秋生 就是因为他没收了妹妹的手机 阻拦他跟外界联系 才导致这么多年 他们一直无法找到妹妹 看到哥哥一脸愤怒地为自己出头 周美华也认识到 到底谁才是真正关心自己的人 随后他也跟记者透露 自己跟李秋生在一起生活了五年 一直都没有领过结婚证 之前他也催促过无数次 可每次李秋生都找各种理由推脱 直到几个月前李秋生的前妻找上门 他才得知李秋生根本就没有离婚 这些年自己一直都被李秋生蒙在鼓里 听到周美华如此心酸地遭遇 周家人的情绪越来越激动 他们愤愤不平地表示 来之前他们也调查了李秋生的为人 结果发现李秋生的情史竟然是非常的丰富 在周美华之前他曾有过三段婚姻 而每段婚姻都生了一个孩子 在周家人看来 李秋生就是一个爱情骗子 面对周家人的指责 李秋生却并不认可 他不断诉说着周美华的种种不适 想以此来证明自己才是受害者 周家人和李秋生的说法截然不同 那他们到底是谁在撒谎呢 周家人控诉李秋生就是个骗子 哄骗周美华跟前夫离了婚 结果自己却不离 周美华无名无分跟了李秋生五年 可对此李秋生却并不承认 他言辞凿凿地强调 自己才是受害者 为了弄清楚事情的真相 记者随后也采访了周围的邻居 大家对于周美华的印象还是非常不错的 虽然他平常很少出门跟邻居们来往 但非常的勤快 可当提到李秋生的时候 大家的表情都有点一言难尽 他们都支支吾吾地表示不敢说 看到邻居们的反应 记者明白李秋生在大家心中的口碑多半很不好 为了解决双方的矛盾 记者再次找到李秋生 可直到此时 他依旧是非常的盲目自信 把如今的困境全都归咎到周美华的身上 随后他更是语气轻蔑地表示 当年他和周美华认识还不到一个星期 就被自己迷得不要不要的 经常打车过来主动对他投怀送抱 李秋生神秘兮兮地告诉记者 他怀疑周美华怀孕也是他设计出来的 目的就是为了套劳自己 当初自己并没有看清周美华的险恶用心 在得知他怀了自己孩子后 出于一个男人的责任和担当 他被迫带着周美华背井离乡来到这里生活 可经过几年的相处 他发现周美华身上的缺点越来越多 原来周美华的初恋是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 这让李秋生感觉周美华的品行有很大问题 反观自己不仅学历高 工作出色 家务活也是非常在行 可以称得上一个三好男人 听完李秋生的说法 记者也是感到很无语 可能这就是传说中所谓的普信男吧 他口口声声控诉着当年是周美华主动的 可如果他行得正坐的端 那也不会出现如今的这种情况 不过事情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 再去纠结当年的往事已经没有必要 如今当务之急是解决他们俩之间的矛盾 尽快帮乐乐安排手术 那他们这段本就错误的感情之后该何去何从呢 对此李秋生沉默了许久表示 自从儿子出生后大都是在医院度过的 如今儿子即将做手术 正是需要人照顾的时候 他希望周美华能看在儿子的面子上 回来跟自己好好过日子 那对此周美华是否会同意呢 当周美华得知李秋生有意挽留自己以后 他的态度变得有些纠结 见状一旁的周家人看不下去了 他们生气地表示 自从周美华跟李秋生在一起后 他变卖了身上所有值钱的东西 甚至连医保都交不起了 周家人不愿看周美华再去过这种窘迫的日子 如今他们说什么也不同意 周美华和这个男人复合 看到家人们的态度这么坚决 周美华也左右为难起来 他也曾想过离开李秋生去求前夫原谅自己 当年他原本也有一个安稳的家庭 还跟前夫生了两个可爱的孩子 可他却总是不知足 嫌弃前夫总是木讷老实 于是在之后遇到了见多识广的李秋生后 他瞬间就沦陷在了对方的花言巧语下 可谁知两人在一起后 他才发现李秋生不仅多疑还很暴躁 自己如今没有自由 没有朋友 简直就像生活在十八层地狱里 他也想彻底离开李秋生 回归自己曾经的家庭 得到丈夫的回应却说这是他应有的报应 现在的他无法狠心放弃孩子 为了尽快解决这件事情 随后记者也为他们安排了现场调解 在调解现场 李秋生哭着表示 这些女儿子的医药费和抚养费都是他独自承担 可自从周美华离开后 他只能一边带孩子一边工作 如今他实在是扛不住了 考虑到孩子如今急需做手术 记者也劝周美华他和李秋生之间的事情 可以暂时放一放 在孩子做完手术身体恢复后 他也可以冷静下来好好思考 不用再为了孩子勉强维持这段破碎的感情 对此周美华也同意了 他表示之后会先好好照顾孩子 等孩子手术结束以后 再跟李秋生调解他们的关系 大家认为周美华该继续跟李秋生在一起吗